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PRD,也就是产品需求文档的撰写 希望大家通过这部分的课程能够非常熟悉产品经理的工作主要的一个文档 就是这个PRD的撰写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收课的过程中掌握一些写PRD的技巧 同时我们也会提供给各位这个PRD的模板 大家可以基于这个模板去更好的去解读撰写自己的产品思路产品的形态 产品的PRD主要面向的是我们的开发团队 以及产品的运营团队的相关成员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和之前的BRD以及MRD这个读者受证群是不一样的 这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PRD所处的位置 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图 我们说我们产品经理要去写的主要的文档 包括这三个 一个是BRD 一个是MRD 还有PRD 他们之间是有先后的逻辑关系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们最开始产品经理要去提一个大的想法 我们需要去写这个BRD 进而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这个市场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竞争对手是什么样情况的 我们手上有什么优势资源 我们做这个想法 做这个设计 做这款产品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行业中的一些情况 市场上的一些情况 我们会形成MRD 那如果MRD已经把这个问题阐述的比较清楚了 我们需要真正的实打实际的去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PRD 我们前面也说了 这三个文档所面向的受众读者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最开始这个BRD 我们之前也讲过 面向了公司的一些高层或者管理者 因为他们手上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他们去评估这个事情 让MRD呢 大家还有印象吗 MRD我们可能面向的就是产品的负责人 或者是行业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同事 那对应到这个PRD 我们面向的群体又不一样了 面向的群体主要包括几种 一种就是产品的开发人员 因为真的要打造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产品的开发 那还有产品的设计 对吧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产品啊 都需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视觉的形象形态啊 这个就会有产品设计 同时还会有一些啊 相关的这个产品运营的人员啊 因为他们需要去了解这个产品的背后 逻辑是什么样的 产品的形态是什么的啊 包括一些产品的具体的参数指标啊 比如说我们产品的性能啊 这些都是产品的运营人员需要去关注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PRD其实是产品需求文档啊 它是一步一步啊 这样细化下来的一个结果啊 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非常的具体了啊 已经非常的具体了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去想到啊 就是我们这个需求文档的撰写过程 也是逐步的啊 沉淀下来的 沉淀下来的啊 从最开始的一个宣讲 可能是要出一个噱头 然后进而是啊 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啊 做分析 到最后这个阶段啊 基本上就是已经非常朴实无华的一个程度了啊 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产品经理在整个这个文档撰写过程中 你既需要去考虑你的受注是谁啊 从而去更好的更有效的去组织你的这个文档啊 当然了 PRD它只是一个文档形态啊 文档形态 我们还是要本着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标 去撰写我们的产品需求文档啊 专写我们的PRD啊 所指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到这个PRD的撰写阶段 我们的这个想法和思路啊 基本上就需要非常具体化了啊 那我们具体写我们的PRD 就可以用到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工具啊 你可以去用word去写啊 你也可以去手绘一些你的图啊 同时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啊 业务流程图也好 对吧 还有我们的永道图嗯 包括我们的页面流程图啊 在这个阶段都可以利用起来啊 我们的目标是本着让我们的开发人员 让我们的设计人员 让我们的运营人员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产品应该怎么去做啊 以及我们产品做成什么样 所以在这个阶段 PRD的撰写啊 我会给大家一个模板 但是这个模板只是一个基础 希望大家能够本着我们的雷一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让大家让你的产品的团队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地方啊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产品的需求文档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啊 我们之前说了啊 PM的三大文档 我们今天已经讲到这一块了啊 PRD 可以看到啊 PRD其实是更加关注产品本身的需求啊 所以他需要非常详细的描述我的这个产品的特性以及功能的细节啊 同时PRD中啊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他会要包括用户界面以及用户流程 因为他已经非常的细了啊 其实我们的开发人员和设计人员说白了啊 他们也可以是我们的产品用户啊 所以你必须在你写PRD的过程中 能够很好的让他们知道啊 了解 认知啊 我们的产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啊 什么样的情况啊 当然了 然后 有一些公司啊 有一些公司 他们的PRD 就是和MRD的关系会非常密切啊 所以就是这两个关系往往会比较容易混淆 当然不是说它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 就是MRD和PRD概念比较混淆 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不是很重要啊 主要还是说他们能起到的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啊 我们要本着这个目标去思考啊 有的时候可能公司比较小啊 公司比较小就是包括公司的这个流程追求的是工作的效率最高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司会把这个MRD和PRD写在一起写在一起 这样的话可能会节省一些工作量 但是 但是 其实对产品经理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你自己心心里得有一个数啊 得有个谱 你可以在具体的操作中把MRD和PRD写在一起啊 但是你自己会有一个概念啊 如果可能的话啊 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三个文档分开去写独立去存在啊 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的有一个逻辑过程便于大家更好的去推导啊 去分析自己的产品思路啊 当然了如果这两个门档啊 MRD和PRD合起来一起写的话 其实他们包含的主要内容还是一样的 主要内容还是一样的 那就是把市场的一些情况啊 包括竞品的分析啊 要突出出来啊 市场未来的这个收益情况啊 以及成本的情况也要也需要去写进去 同时也还要包括一些具体的产品细节方面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个小插曲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来我们现在继续啊 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需求文档 应该怎么去写啊 应该怎么去写 产品需求文档啊 简称是PRD啊 Product Requirements Document啊 产品需求文档 它和我们MRD还是有很大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啊 一个是市场的 一个是产品的 所以就是PRD已经再细了一层啊 这个可以叫功能名称啊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名字啊 作为这个文档的名字 它可以叫功能名称 也可以叫产品名称啊 往往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啊 版本历史管理的啊 前面我们也讲了啊 不管是BRD也好 MRD也好 还是PRD也好 都需要去做这个啊 版本历史啊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表格 可能包括几项啊 这个你可以去比较灵活的定义 但是一旦定义下来啊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更新啊 去把里面的信息做维护 这样的话才会有效果 版本历史啊 这两个都比较简单啊 然后我们的PRD里面会报看 功能说明 功能的说明 我们说的功能说明啊 其实包括几个大的块啊 你可以先去搭这个大的架构啊 一块功能清单啊 这个你就可以通过Manager啊 这个工具去梳理啊 然后同时标出优先级 那他就可以形成一张图 对吧 这个后面我们会有例子跟大家说啊 包括我们这个做这块的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啊 也可以说是产品的目的是什么啊 还有一些详细的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啊 概括性的东西 啊 呃 这里先跟大家留一个小的作业吧 小的作业啊 然后你 我们来挑选一款产品 我们来挑选一款产品 我们自己来列一个这个功能list啊 功能列表啊 我们需要通过大家啊 用这个Manager 脑图这样的工具去做一个啊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 处理的一个结构一样就可以了啊 你可以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大的 这个是功能模块一啊 这是功能模块二啊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跟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起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产品呢 我们就做这个啊 最简单的一个小块啊 用户注册登录功能 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啊 prd的名字 我们双击啊 它会形成一个子选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填入我们内容 那啊 注册登录呢 肯定会包括注册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功能的第一个大功能 第二个登录 还有什么 能想到吗 密码找回 还有什么 个人信息 啊 啊 其实个人信息这个表单啊 应该它属于注册下的一个子栏目啊 一个子级啊 然后同时还会有什么 个人信息 还有密码 啊 这是最简单的了啊 有可能注册的时候会有验证码 对吧 啊 这是三个大的模块 啊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图里面去加标注 加标注啊 我这个功能是干嘛的 个人信息 比如说我需要啊 用户填入 嗯 当然了你可以把这个标注啊 放在这一级 也可以放在他的上一级去 你可以放在他的上一级 对注册整体这个功能去建一个目标 建一个功能说明 对吧 啊 比如说注册 那就是让用户 完成注册过程啊 未来通过开账号 进行动录 啊 你可以简单的这样去写啊 简单这样写 然后我们可以看啊 你个人信息 你还需要再往下细分啊 其实我们有这个快捷键 按着control再按回车啊 他其实就是他的下一级选项 你可以包括什么 手机号啊 邮箱号 邮箱对 个人信息 还有什么 用户名 头像 啊 你可以这样去梳理啊 这样去梳理 当然如果比如说手机号和邮箱 他俩是二选一 那你就可以去加一个漂筑啊 或者拉一条线去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这有relationship啊 这种关系线 然后去标注一下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 密码 然后你也可以去创建啊 你可以去写一些元素 比如说字符 加加数字至少六位啊 这是验证啊 然后验证码 你可以看啊 就是你可以再加 比如说密码等级 那我的验证码和密码等级有关联 那我再加一条线啊 其实就是这样去梳理啊 梳理你之间的这个逻辑 梳理你之间的逻辑 这个就拿脑图就可以去完成啊 啊 这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做的第一块 写我们的prd的第一块东西 就是功能清单级优先级 你可以去排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 比如说他的优先级最高啊 他不是最高啊 他tr高的话 我们就加一个数字 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 密码找回那肯定最弱了啊 我们就这样可以去排出我们的 模块也好 产品也好的 他里面的这些关系啊 里面的这些关系 你通过脑图就可以很好的完成 我们跟大家啊 也讲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这是产品经理可以去实际操作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先留个作业给大家啊 你我们就选同样的一个产品啊 我们就做这个母婴的一款 算是算是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吧 啊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产品吧 那就叫做 母婴用品购物网站 因为这个母婴用品现在非常火嘛 包括这个电子商务啊 网上购物 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啊 我们就定义同样的这个标题啊 让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作业 我们先去梳理一个这样的功能list功能列表 好吗 就按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方法 啊 这个作业先留给大家啊